HELLO 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 《英靈一文錄》 《英靈一文錄》 是由奇妙互語代理發行的美少女卡牌遊戲 而事前登入已經超過30萬人 而遊戲也請到了多位Poster現身站台 以北歐神話為題材 故事描述一位純真少女 不意中推開了遠古神殿遺跡的大門 打開了被封印千年的秘辛 而遊戲採用的是即時動作方式 一場最多5位角色參贓 而遊戲的畫面與流暢度都還不錯 除了普通攻擊之外 當氣急滿時也可以使用專屬的招式技能 而技能也需要在地圖上選取範圍 而遊戲中共有100多位個性、能力、屬性皆不同的女神 互相也會有羈絆效果 玩家可以選擇喜愛的女神 共同展開一段冒險旅程 千萬至高規格劇情 每位女神之間也有隱藏式專屬劇情 等著玩家們挖掘 讓玩家體驗輕鬆好玩的策略卡牌戰鬥 而遊戲目前在12月3號就正式上市了 有興趣的觀眾在等一天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英靈一輪怒 我把聲音關小聲一點 因為它這是那個韓文版本的 我們可以先展示一下遊戲畫面跟遊戲的玩法 那它應該算是即時戰鬥類型的 那它的背景的話是以那個 北歐風格女神作為背景故事 OK開始了 算是比較類似的 也可以說有點像是那種即時放置類型 OK我們來用技能啦 韓文的也 有一點還不錯的感覺 回復速 其實應該要速度再快一點 因為節奏可能稍微慢一點 有了噴 有了噴 哎呀 來了 打放回招式 其實畫面的感覺還不錯 還蠻可愛的啦 然後像有點有點二次元風格這樣子 角色力會不錯 後期應該會有多一點的就是那種 加速之類的玩法 那目前的話那個繁尼版本會在12月3號正式上市 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這段應該可以跳過來 因為他應該在講解故事劇情 那我們先依照那個主線 哦要轉蛋哦 轉蛋啦 那其實這次遊戲請了非常非常多的那個COSER來支援戰臺 我們先看一下攻守 就一個而已嗎 很遜耶 應該要讓我十連抽吧 不然百連抽也可以 千人抽了 好是不是貪心了 如果可以萬人抽就好 好我們現在得到一隻攻守 畫面沒有辦法旋轉 一場最多三分鐘 左上角有寫三分鐘 然後這四個兩回合 兩回合的意思就是這場打完還要再往前走一小回合這樣子 這是BOSS嗎 嗯好晃晃得我好暈啊 吃老孫的大招 我們來看一下半月斬 他技能是要直接拖移到畫面上面的 有了笨 再給我一次 他沒有技能啊 我那隻攻守沒有技能 可惜 那其實我們這次的很多的 COSER都是 身材很好 繳好的妹子 要繼續 他要教其他的吧 我看一下 技能嗎 不是裝備 不然我裝另外一隻啊 太好我繼續過 那一場不知道可以多少人參加 應該大概是三到五位左右 我這隻有技能了 怎麼樣我的技能如何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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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會蠻火紅的啦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用招式 翻越斬 我個人覺得玩法 目前玩起來蠻簡單輕鬆的 我覺得這種遊戲就是 玩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可以 可以殺時間 剛才看到一個很好笑的留言 剛才有個留言叫做 又不能玩COSER 幹嘛一直放COSER的照片 然後不放遊戲的照片 這個什麼 喔 每個人會有他們 相對應的連結就對了 先把過一些簡單的任務這樣子 理論上應該應該有個加速啊 有了有了 哎呀不是是BOSS 兩顆星的BOSS 為什麼BOSS感覺比較帥啊 喔 兩個半月斬 哎呀我另外一隻先用技能來不及用 這魔法刺看起來好醜 遜遜的 什麼蘿莉啊那些的 我都不喜歡 我就喜歡玉姐啊 哦好多人啊 所以其實他這也是有一些玩法 譬如說要一戰 應該說二戰 然後什麼一補 然後 二 什麼 什麼 這樣 可是我攻守到現在還沒有技能 他應該是有一些技能可以學習吧 然後就是開啟之類的 有沒有 這個技能增加啊多一點 他又不讓我用 我只好乖乖的過我的劇情啊 我們這次就等一下等那個魔法師的技能好了 我們試試看魔法師的技能好 這有加速了 有加速了太棒了 攻守屋 攻守竟然有了 天啊 攻守技能好弱啊 又是剛剛那隻 他變一星而已 有了有了有了魔法師 開始加速感覺就快多了 領些奇奇高高的寶物啦 這集大慢了就可以拿那隻魔王 我們又多一個人物了 這是碎片組成啊 現在要加他等級 然後裝備還有什麼 我們有四隻了等下就可以再裝一隻剛剛這隻BOSS了 有了有了有了大BOSS招式 喔厲害欸 二攻 兩隻攻擊 然後兩隻遠程 我差一隻補師啊 他直接打BOSS了 這次要打三次欸 唉唷第二次就有魔王了 五顆星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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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多顆星了吧 先來個半月斬殺爆你們 還有一次還有一次 不應該把技能都用完 那兩個 又是五顆星吧 六顆星 六顆星好像圖示不一樣了欸 太多顆星 刀倒了 才對 心引怪 1顆星 1顆星 5顆星 1顆星 6顆星 1顆星 就到鑰匙,就打開這個寶箱的鑰匙 就到一星角色 誒不讓我開這個寶箱 不要再用 升級啊 升星啊 升星得到技能是不是 他一直不讓我操作,超可憐的啦 五位勒,應該最多就五個了吧,我猜 我們用快速 快速我就可以多 玩一些後面的劇情跟後面的一些任務啊,道具什麼東西等等的之類的 不,他的招式技能沒有強 好,可以了 得到10個,這個可以組一個人嗎 150 這應該是簡單便宜貨,便宜貨的時候轉蛋 沒有啦,便宜貨轉蛋 好,我們來看看啊,有什麼可以領 能領你領 然後我們再去轉個蛋 欸,為什麼他要我做什麼 欸,為什麼他要我做什麼 升星了 喔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因為我們剛剛都沒有看到其他人物,這是我們剛剛可以得到這個人物 這個呢 全部都是妹子啊 喔,我不喜歡這個 生產很棒,但我不喜歡這個 獨角龍 這感覺小蘿莉一樣 啊,我不喜歡啦 可是他剛剛有給我們看一個這個人物的部分很特別喔 他在這邊,他這次可以直接升星 升星完這次可以增加技能 這個,這個神星不好意思 這是關係連地 然後這是一 這是 之後升星之後還不一樣 這是翅膀啊 好啦,我們再打一場吧,最多五個人戰爭而已 喔,我們有300了嗎 我們現在可以再抽一次 我們現在有了,我們再抽一次 300塊 抽到一個屁啊 真的太難過了 但這個東西 我們下車 這次我們來吃一個屁股的東西 就說 我看到這個屁股的東西 好 這個屁股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人物 在這裁股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要買卡 然後把屁股的東西 在這裁股的東西 我們要打一個屁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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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遊戲就夾著 未來更多的未上市遊戲 我是更多新手機遊戲資訊 我也會在通知大家 也記得要訂閱我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阿怪 我們在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